记者邱志柔屏东报道,今天是水利节,古代大宇治水三国家门而不入,屏东则有个未水废寝旺时的水利专家丁彻市,除了投入水利工程教育,致力研究日治时代的二峰枕,让这项兴建百年的水利建设重获重视,更带动前瞻计划投入浮流水工程。 今年货班大宇奖表扬丁彻市是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水文系水文地质硕士及博士,致力研究水资源,不止因为自己的名字与水有关,从小他就跟著父亲学写书法,透过书法了解要与水共生,就要更了解水的性情。 近年屏东县政府把二峰镇列入水利文化资产,并大力推动大潮州人工湖,把洪水变成救命水,以湖区搜集的雨水及溪水补助地下水,让原本被视为猛手的洪水资源化。 其幕后重要推手就是丁彻市,在二峰镇之后,还有高平溪也跟著进行两项浮流水工程。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中,浮流水更是重要的一环,大宇治水是古代传说,现代的台湾仍有许多工程人辅助新力为水利建设劳心劳力。 1943年政府将传说中大宇的生日6月6日定为工程师节,也称为水利节,丁彻市为台湾水利工程耕耘,获颁大宇奖后,有人纷纷祝贺称赞丁彻市大宇治水的精神,丁彻市也幽默表示,这样就有理由不回家了。